大家好,我是小婷 看我拿过来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 这是我们湖南的一个特色 这个我们这边叫散饭 不知道学名怎么叫,真的不知道 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做这个吃 这个都是自己做的 也叫泡茶,对,也叫泡茶 就泡茶的那个泡茶 现在就是做来吃咯,走 看一下,今天我们做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来,我用锅盖接住,妈妈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哇,好神奇 你看我用锅盖接住,这就是我要吃的 这个我们这里叫,什么瓷巴皮 就用油炸一下,然后就成了,就成了这个样子 特别好吃 哇,好神奇 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吃过这个没 好好吃的 我们这个还蛮好的 我们这个还蛮好的 这个一斤再吃了 这个一斤再吃了 这个一斤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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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吗,妈妈 这个是什么妈妈 这个是什么妈妈 四八皮 这个四八皮 那个那个叫散饭 泡茶 我们这边叫泡茶 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美食 这个是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要喝一点 就是要喝一点 这样面对 一点,也要喝点 匀,在我们这边吃了 这是两个大楼 一斤去 我们这边去摇摇 凌亚 哇,好美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个叫散饭 其实是纯糯米制作的 然后这个红色是那个塞上的野菜 这个颜色是野菜做的 我现在放下去了 看一下 放 哇 好神奇 对不对 马上变了很大 我妈做的这个特别好吃 都是自己做的 看一下 从这么小变成这么大 这样我要放这个了 这些放在里面 放好 好神奇哦 去年我们还特意拍过那个直播过怎么做这个 我们真的就只只弄了一点点然后现在就那个盘子装不下了然后用这个锅盖装了你看我来吃一个这个是紫巴皮这个是打饭 特别好吃的这个是甜的这个是原味的 你们吃过这样的吗 我们一般是我们一般是过年或者是人家家里面有喜吃的时候 就是我们今年过年吃了然后每年就冬很多想吃的时候就过一点 我还可以看一下啊 真的非常好看 也非常好吃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 好了朋友们 让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还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观众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不说没说 好